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2021年8月 在大埔港幅島 發生了一件很令人震撼的意外 當時有車鏡拍攝 有的士撞到行人路 不是行人路 應該是斑馬線 當時有很多人過斑馬線 紅綠燈 綠公仔 很多人走然後撞到 整群人撞到 其中兩個人死了 四個人受了重傷 當中包括幼童和孕婦 所以那次意外有很多人震撼 最後的士司機被控兩項誤殺罪 和四項危險駕駛 今天就有了裁決 他之前已經認罪了 所以今天只是判刑 他被判8年的監禁和終身釘牌 所以有些人今天留言問我 你覺得這次判刑合不合理呢? 8年 兩條命 兩條命就是8年會不會太少呢? 但又有另一個網友問我 特別指明 在2003年 即是十幾年前 2003年的時候 在屯門公路有雙層巴士被貨櫃車撞到山 造成了21人死亡 和20人受重傷 那個貨櫃車司機 撞到巴士下山的貨櫃車司機 最後 他只是被判5個月 為何死21人 只是判5個月 而死2人 就要判8年 所以有另一個說法就是 為何判8年那麼重呢? 不是應該判好輕的嗎? 死21人 也只是判5個月 其實在前年的徐席 在新淘江 也發生了一件很類似的交通意外 當時有25歲 駕櫃車司機的男人 就將駕櫃車撞到行路 造成了兩死、兩重傷 而且重傷的人 最後也要坐輪椅 那次 判了3年零2個月 兩宗都是死2人的意外 一次 判3年零2個月 而這次 判8年 在10年前 死21人那次 就只是判5個月 究竟這些量刑是根據什麼標準的呢? 為何會這麼奇怪呢? 所以網友留言 今天 都收了3、4個留言 以及兩個email 想我說一下 究竟 為何 這些不同的車禍 在判刑方面 差距會這麼大呢? 不如我先給我一個簡單的答案 有些人覺得我講話很詳細 今次 我在5分鐘之外 就講一個簡單的答案給你 你聽完這個簡單的答案 可能你已經獲取到你想要的東西 就可以走了 不過如果你想聽詳細的版本 就在簡單的答案之後 我再給你一個詳細的版本 簡單的答案就是 這三宗的車禍 其實是高於被告不同的罪名 例如在大埔的車禍 的士司機 被控以誤殺罪 兩項誤殺 你也要知道 誤殺的最高刑罰就是終身監禁 當然 我們知道 很少的終身監禁 而有關車禍的誤殺罪 其實是通常會判多於5年 即是在量刑指引的時候 是會判多於5年 所以 這次判8年 已經是比起 量刑指引的5年高 另外 新蒲崗除夕的車禍 那25歲的司機 其實是被控以 危險駕駛 是因此他人死亡 這條罪 最高 只是判10年的監禁 而屯門公路巴士意外 可能大家也猜不到 這次造成21人死亡的意外 最後的司機 只是被控以 不小心駕駛 你要知道 不小心駕駛 最高的量刑 只是6個月 所以這次判他5個月 其實已經差不多到達 量刑的最高標準 所以如果以此看 屯門公路巴士意外 其實不算輕 他在最高量刑 只是低一點 所以你會知道 原來 他之所以有不同判刑 最大關鍵就是 他們被控以不同的罪名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為何他們會被控以不同的罪 要知道這個問題 最簡單 就是看案情 很明顯就是 因為不同的案情 而引致 告他不同的罪 我們要知道 不是因為死了人 就一定要告他誤殺 也不是因為死了多少人 而引致他要判多少年 最重要是看案情 我現在三宗以外 逐個說了案情 首先是屯門公路巴士意外 這次意外發生在7月10日 2003年7月10日 地點是由 荃灣向元朗方向的屯門公路 當時被告駕駛的貨櫃車 走在快線 在屯門公路上大膽隧道的分岔口 他突然發現 前面有兩個死者 因為之前的傷撞而停 所以他立即殺制 而一殺制 就失控向左轉 左轉的時候 撞到 在萬綫 看到正在走的一個巴士 那巴士被他撞到 一起向左轉 推了巴士撞欄 很壞不壞呢 這時候就剛剛去到分岔口 就是兩條路的分岔口 你知道那兩條路的分岔口 中間有一些角位的欄位 就是起角的欄位 推了巴士 撞到欄位 然後 貨櫃車 就停下了 巴士就再撞到欄位 才停下 然後撞到欄位 遙遙遙欲罪 幾十秒之後 就掉下山 掉下山 最後造成了21人死亡 以及29人受傷 最初的時候 他是被控以危險駕駛 因此他人死亡 不是告他不小心駕駛 因為當時的主控就認為 你真的很不小心 前面有兩個死車 有兩個貨車 因為雙撞 就死了 即是死車 停了很久 你為何要去到那裏才發現有死車 然後急殺 然後急殺 就是向左轉 撞到巴士 令巴士撞到山 所以這是敵之危險行為 你的不小心是達至危險的程度 因為 明明這麼清晰 有兩個死車 在前面停下了 你是不應該需要急殺 所以判了有罪 雖然有罪 只是判了18個月 為何18個月那麼少呢 因為始終 都是一個意外 他不是在做一些 很瘋狂的駕駛 他不是逆線行走 他不是瘋狂超速 他只是因為一個意外 而他 真的不小心 而他的不小心程度 主控官認為 或者法官都認為 他真的達至危險駕駛的程度 所以雖然也是不小心 但是已經達至危險駕駛的程度 所以判了18個月 但是後來上訴 上訴庭就說 真的不應該告他危險駕駛 為甚麼呢 因為上訴庭認為 沒錯 前面兩架死車 真的停了很久 但是當時 根據很多目擊證人 因為當時 傳召了很多目擊證人 上庭作供 全部目擊證人都說 當時 發生這件事的 前小小時間 路面 是很不穩定的 突然間 因為那兩架死車 很多大型貨櫃車 是不斷轉線的 因為 很多車都突然看到這兩架死車 然後轉線 造成 很多大型的車 在路面上穿插 而在貨櫃車 快到了那兩架死車的時候 真的很多大型車 在他面前穿插 很有可能 這個司機給這些 穿插的大型車輛 影響了視線 或者影響了注意力 令他留意不到前面 其實有兩架死車 所以上訴庭就說 很明顯 當時的路面情況 是無需要很操心大意 也有可能達到這個車禍 所以上訴庭就認為 雖然他真的是操心大意 但未達到危險駕駛的程度 因為實在 那時的路面 很不穩定 很不正常 只要有一點點不小心 就會造成這個意外 所以就只是判他不小心駕駛 而且由於不小心駕駛的量刑 最高也是6個月 而當時的被告 已經坐了7個月 所以就即時釋放 當時他判了他5個月 最高量刑是6個月 他判了他5個月 所以就算他不是判他5個月 就當是判他最高量刑 也會即時釋放 所以他之所以會判那麼低 那麼輕 就是因為 其實他只是屬於不小心駕駛 不過這個不小心 就因為很不幸地 造成了很多人的傷亡 但是這個很多人的傷亡 不是完全由司機造成的 是由於當時的路面 首先 前面有2個貨車輛 而造成的路面 很不穩定 而當時 剛好就分岔了口 又彎位 又上斜 又好多大車 剛好在那邊轉線穿插 各種因素 導致 其實當時 被告 有可能只是 就是不小心驾驶 这个程度的不小心 所以就认为 虽然死了这么多人 但是被告本人 是不应该负上这么大的责任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他只是坐五个月 今次讲讲随直新蒲冈车 其实这宗案 在我之前一段的会员片曾经讲过 而且那段片 已经很详细地解释了 为什么会这样判的 例如 他的案情是怎样的 为什么会判三年两个月这么轻 为什么我都会认为太轻 因为当时我觉得 他之所以这么轻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条罪最高的量刑 都是十年 而法官根据之前判例的 加刑和减刑的因素 所以唯有判这个量刑 有关加刑和减刑的因素 我在那段片段已经很详细讲了 所以在这里也不重复了 所以最终这宗案 之所以判三年两个月这么轻 就是因为 他的最高量刑 只是十年 如果真的想判重一点 可以怎样呢 唯有将最高量刑提高 例如 仿效英国 将最高量刑 定为十四年 如果判到十四年 这宗案可能会判五六年 或者七八年 所以 新淘江的车祸 之所以判那么轻 完全是因为最高量刑 只是十年 但是 详细我不讲了 大家会员可以看那段片 我多点时间讲一下 大埔港幅度的车祸 大埔港幅度的车祸 这段片很多人都会看过的 我不用讲到 只不过大致讲一下 首先就是 行人过路灯 已经转了绿色 镜头那时拍着 行人过路灯 转绿色 然后那些人就 如冠地走 两边方向过马路 很多人 整条巴马线充满了 人 然后看一下 其实当时不多车 有个白色的私家车 慢慢因为 行人过路灯是绿色 当然车那边是红色 慢慢停下来 不急 那个白色的车也不急 停下来不急 慢慢停下来 慢慢停下来 停定了 后面的车也未到 后面的车又慢慢停下来 停下来 的士才到 而的士也不是走得很快的 当时用32公里的车速 慢慢向前面的两辆车 但去到前面的车的时候 它突然间转右 突然间转右 然后加速 加速到61公里 即是一倍 差不多一倍 你要知道 港幅度 两条线 即是两面对头线 之间是没有安全的 所以那辆车 突然向右转之后 加速 它就冲过了对面线 逆线行驶了一会儿 很短时间 逆线行驶了 跨过了那两辆车 即是前面那两辆车 然后 就撞了灯柱 所以为什么会撞灯柱呢 可能因为 它突然间发现 逆线 然后就返回来 返回来又因为太高速了 所以就已经撞灯柱了 撞低了灯柱 然后撞到人堆里面 就撞到 好像保宁琴 撞到整堆人都躺下 当中 两个人死了 四个人受伤 本来是告他六项危险驾驶罪的 后来就因为 那两个人死了 就告他两项 硬杀 和四项危险驾驶 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是 被告他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 虽然有两个人死了 两个人死了 可以告他 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 告他两项 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 和 告他四项危险驾驶 那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告他 两项误杀 其实原来 究竟是 告他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 还是误杀 真是一线之差 究竟是告谁 其实完全看起 案情是怎样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这次这个情况 你会发现 是毫无逼切性的 整个路面是正正常常的 虽然那个地点 就是交通黑点 但是当时的情况 不是危险的 不可以合乎 交通黑点的状况 正如我刚才所说 本身已经 转了绿灯 就是行人那边 转了绿灯 人们已经在走一阵 然后 第一架车 慢慢停下 是慢慢停下 有充分时间 慢慢停下 然后再第二架车 也是慢慢停下 然后第三架车 即是的士 即是被告的那架车 是突然间 转到他之后 急速转油 然后逆线行走 再撞人队 在这么正常 安全的路面 情况之下 这个车祸 这个夺命 造成两条人命的车祸 完完全全是由被告一手造成 而且你会发现 整个情况 真是匪夷所思 所以当时的政司 就选择 告去误杀 因为认为这个情况 完完全全 没可能发生的 完全是由被告造成的 又是他极之老妄 疏忽而造成的意外 所以是属于误杀 当然 你看到 整个镜头拍到了 他也没办法不认罪 所以他六条罪 即是两条误杀 和四条危家 他全部都认罪 所以这次審的陈庆偉 他挺不幸的 之前我也说过 有段视频说 陈庆偉的作风 他预想法官陈庆偉 一般的交通意外造成的误杀 都一定是五年以上 即是两刑指引 一定是五年以上 但是五年以上多少呢 十年 还是八年呢 这次陈庆偉 是认为应该要十二年 误杀十二年 其实是重的 大家如果有留意 可以误杀的量刑 有时是几年 你看看我们之前有段视频的 老庸 杀人两次 可以十年 所以十二年 其实算是重的 为什么会判那么重呢 因为 他完全解释不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陈庆偉判刑的时候 大家会知道有个求情阶段 在求情阶段的时候 陈庆偉问他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的 他说解释不到 你解释不到 陈庆偉当然是生气了 你知道陈庆偉是什么脾气 你现在求情 然后我叫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这样的行为 你是否应该说一下 说一下为什么你会这样做 要求情 要我减刑 我这些有理由 被告说 不知道 我也解释不到自己的行为 所以陈庆偉觉得 真是没办法 轻判你 他就参考了英国相关的判例 判了他12年 当然 由这个认罪 口坑三分一 就变成了8年 所以你会看到 屯门那次意外 和大埔那次意外 最重要的分别就是 屯门那次 其实露面的情况 是有很多突发的事发生的 就是 突然间有两架车撞了 然后 有很多大型车 突然间在转线 令露面的情况 很不稳定 令被告的行为 即使不是很不小心 都会发生这个意外 但在大埔那一次 就相反了 露面是平平净净 正正常常的 是用极之老莽的 疏忽行为 才发生这事 所以就被告其誤杀了 所以无论 你不同意也好 两宗案判刑 是这样 你不同意也好 但是你要知道 棋中案的性质其实是很不同的 你不可以说都是车祸而已 不是的,车祸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性质 我们也不可以只是比较死亡的人数 就是死伤人的人数 去判定被告要坐几内监 希望这段影片可以解答到网友的疑惑 你要发现我之前有两段影片 都是讲李隆基和王清霞 原本是会员独家随口说的 但是我在一天之后,半天之后,晚上出独家片 然后一天早上我设了一个公开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本来应该是会员独家,公开了 为什么公开呢? 就是因为大众关心 有些人会觉得增热度,拆流量 你可以这样看的 但是我真正的用心就是 因为这个议题大众是关心的 正好趁这个大众关心的议题 推广了理性分析或者法律分析的宗旨 我自己认为是合乎这个频道的宗旨 所以今天这段影片,其实真的有很多人问 我也会尝试一下明天把它设计做公开 不过我就猜 这段影片应该不会是之前那两段影片 那么多人进来看的了 因为之前那两段影片,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想吃花生 怎料不小心撞进来,原来没有花生吃的 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这段影片最好用来试水温 这样的情况,好像有很多人关心 但是会不会其实的观看是之前的十分一 那我们看看,到底会不会跌得那么厉害 那除非下一集突然出现一个社会上 很多人关心的议题 否则这个系列都会变成会员独家 OK,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记得大家继续加入Patreon 继续支持我这个频道,继续发声 中级和高级的会员是可以免费收听 《平民法律学堂》的每一集的 OK,拜拜 今天终于来到我们《平民法律学堂》的第一集 就是说一下整个审讯程序的同时 就说一下其实当中背后反映出来的意义 法律有不足的地方 或者现在执行法律的人是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们就是要明白 其实正确的话是怎样的 我们才知道他有多么不足 提堂其实是在做什么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提堂在做什么 如果从《蔡天峰案》看 交付程序前七天 控方是有责任 将所有有关的文件 证据的副本 证据声诞都要交给辩方 辩方是要收到这些文件 才进行交付程序 被告还要决定 交付程序这一天你认不认罪 但是记住 所谓认罪也不是认罪是算认罪 因为其实 不在院长的证据 辩方是要预先告诉控方 太龙安就是了 太龙仔 开案层次很重要的 因为令到陪审员清楚知道 控方将会怎样砌控罪 为什么控方主问的时候 就不可以立定 而辩方盘问的时候 就可以立定 其实很简单 法官是要当控方举证的所有人的可信性 可靠性 什么都是最高标准的 成立的话 就是表证成立的 记住 证物要由证人带上来 是有最后发言权的 在整个审讯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辩方最后是 不能接受盘问 所以引致 如果证供令你对被告有一个很严重的负面印象 而这个证供对举证又不是很有用的话 他就不会给你 results 完成 你的�і 点赞 订阅 转发 Arch quand 明正 C trailer 电影 阅